有氣無力的鼓掌 歡迎收看地魚來早茶 我是卓卓 今天的美食呢 其實我已經不知道吃什麼美食了 我中午是吃自助餐 下午不管發生什麼事情都會想要來一罐 對不就是我一天的能量來源 沒辦法開始實在太好喝 而且又可以讓我瞬間有一點能量 很像5-hour energy那種感覺 為什麼會拖到今天3月27號才錄影呢 因為這中間實在是發生了太多的事情 一開始呢 就用大家最關心的頭條的焦點 棒球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我要說什麼題目了吧 大鼓的最強翻譯 水源一瓶射賭 這個消息一出來的時候 我記得是在晚間的時候吧 然後我看到那個新聞想說 不會吧 真的不會吧 結果呢細細讀下去就知道 哇這大事非常的不妙了 美國大盒聯盟到齊隊的球 新的大股商品 合作多年的御用翻譯水源一瓶 遭報涉入非法遷賭 甚至盜用大股銀行帳戶的資金 用以投注多項賽事 總金額呢高達新台幣大概是 1.4億元的賭債 是震撼體壇 這個數字真的很不小 是非常的龐大 大家會看那個時間序呢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關注一下就是那個 文森大叔他有把那個時間序很詳細的列出來 他的臉書有寫 我這邊就不再詳列了 我會覺得這個東西反反覆覆 有些人會持陰謀論 有些人會持正面的態度 不管怎麼樣 大家都非常關注這件事情的發展 但anyway最後呢水源一瓶是遭到了開除了 然後26號呢也針對水源一瓶的涉毒案呢 是舉行了記者會 大國祥平在記者會當中呢 他是六度提到呢 水源說謊並強調自己沒有涉毒 也沒有匯款給博弈組頭 自己是在韓國海外賽結束之後 團隊呼籲上才得知水源的賭博問題 但因為當下呢水源是用全英文的方式 來跟所有人交談 他沒有辦法完全理解內容 但總覺得好像氣氛不對勁 是等回到飯店之後呢 水源財商大谷坦承身負巨額債務 並擅自從大谷的賬戶匯款給組頭 那當然呢 美國多數州啦 近年來是開放運動博弈產業 但是未在加州的盜企隊呢 是還沒有合法化的 而且大聯盟也明文規定呢 所有球員員工呢 是嚴禁隊棒球是比賽下注 儘管其實這個職程呢 是翻譯 但呢就我們所知 而且過去採訪過翻譯的這個職位的經驗呢 會知道說他其實是身兼多職 可以說翻譯AKA保姆的一種概念 或是AKA私人助理的那種感覺 舉凡就是要陪他去醫院啊 去採買啊 甚至租房子啊 等等生活上的所事呢 都會很信任他 叫他來去辦理 我猜測很有可能 他在辦理銀行的戶頭 可能也是違由就是水源來去幫他做處理 否則你怎麼會去知道 另外一個人的帳號密碼 還可以動用這種大筆的資金呢 這實在是很難以理解 那有另外一種我剛提到的陰謀論的說法是 其實大骨小鷹從頭到尾都知道這件事情 只是要為了要保持他的人設等等的 最後呢 就從水源一平扛 但不管你相信什麼樣的人 我都會覺得 這樣子的事情呢 其實也給很多就是旅外的求援 或是你必須要跟另外的工作上的夥伴 有不同語言的溝通的情況之下 你還是要知道他們到底大概在說些什麼 你不可以全然的去信任 儘管你是工作夥伴 你必須要信任他 但是在自己私人的這個金錢上面上 我覺得說這種東西還是要清楚的知道說 這些東西到底是怎麼樣去處理的 過了誰的手 然後時不時的可能要查看一下 因為現在網路上其實真的很方便 所以可以的話就稍微看一下 語言啦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尤其是你資深在外 你必須要很依賴他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會衝你什麼時候 這就是 要特別注意啊 籃球的消息 新美國王籃球對於近期發布零書號的日常影片 大家也都已經知道 那有些片段是因為他因足底筋膜炎呢 養傷治療的一些過程等等 沒想到遭到就是網友質疑他接受的療程為 金買雷社是違反的就是世界反禁藥組織 WADA的規定 對此呢 國王球團發聲明回應說 是在不知道其醫療行為可能違反的情況之下 安排林書豪進行治療的 就是表示全力配合 PLUSLY的聯盟後續任何藥檢和調查 並接受於尊重聯盟的任何決定 也只能尊重跟接受啦 要不然怎麼辦呢 我覺得球團在這件事情上面 應該要再更慎重地來去處理 尤其是這些醫療的行為 我覺得林書豪有點無辜 他只是接受球團的安排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那個時候他本來就已經受傷不會上場了 幫忙付就是罰款也是國王應該基本要做的吧 對他沒有使用禁藥 這必須要跟大家好好說明的 療程的方式是違反的而已 並不是禁藥 對所以在精神上面其實是已經踩到紅線的 也就被視為是違反規定的 那當然呢世界醫學的治療的做法其實一直在精進啦 那他不能規範所有的那種療法 只能以就是不同的等級來規範 M1 M2 M3是這樣三個等級嘛 那M1最主要是操縱血液以及血液製品 M2主要是指化學以及物理的操縱 M3呢是指基因以及細胞的操縱嘛 在這個部分呢主要是M1的這個規定啦 雖然說有發聲明但我還是覺得說如果國王 對於自己球隊上的球星可以更加慎重一點的話 舉行記者會 然後跟外界表示願負起這樣子的責任 太不小心了 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真的是太不小心了 怎麼會 然後也有人就是說用揣測說 這個醫師是那個總經理認識的朋友 不管是不是認識的朋友 這樣子醫療的行為都應該要再更加的謹慎 如果真的不了解的話對上有一些防護員啊 或是醫療團隊啊可以的話先請教一下再發出去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就是網紅他們在分享一些保健食品啊 或是一些醫療行為的那些貼文啊 都會有很多的程序等等 因為我們自己也有寫過相關的嘛 就是會很害怕觸碰到一些就是法規 所以我們都會特別特別的注意這樣子 2026世界杯季 2027亞洲杯資格賽的第二輪呢 在21號呢 是在高雄市立男子足球場 迎戰吉爾吉斯 上半場呢 吉爾吉斯一人就吞下了紅牌 以十人應戰哦 結果中華隊全體球員奮戰了90分鐘 有數次可破門得分的機會 無奈呢 沒有幸運之神的眷顧 最後是以0比2不敵吉爾吉斯 小組賽是先苦吞了三連半 但之後呢 26號 遺失吉爾吉斯男子足球國家隊的主場 斯巴拿體育場呢 結果不敵對手的帽子戏法 以1比5不敵對手苦吞4連半 所以三月國際賽事結束之後呢 球員將各自回歸到母隊了 然後本土球員將準備迎接 4月13號台灣企業甲級聯賽的開幕戰 中華男組也將於6月6號主場迎戰 強敵阿曼 6月11號是到客場去挑戰 馬來西亞 如果大家有在持續關注足球賽事的話呢 也可以再追一下了 不過呢 同時在比賽的期間 也有另外一個消息出現 又是跟協會有關的 台灣足球代表對前年呢 在國際友誼賽期拜泰國多下成績 好成績卻遭到立委 就提報說足協積欠球員出場 會更誇張的是 這些國手們在領到款項之前 反倒先收到了扣角平單 嗯? 呃...就是3月份快過完了 4月快到了 就代表5月份也快到了 所以大家陸陸續續都會收到一些扣角平單 對 足協過去應舉辦或參與各項國內外的賽事 累積高達1億餘元的債務 新任理事會呢 2023年接手之後呢 雖然已經主步展開就是協商還款的事宜啊 但涉及球員的費用部分呢 仍沒有全部償還 這個財務的健全度呢 讓大家也蠻好奇的 針對外界關心足協發聲明回應就是說 徐欣接受各界的批評啊 任內一定會清偿所有欠款啊等等的 我們就等著看這些欠款什麼時候會還清 另外會影響到的是這些球員們的生計 真的是不要當作是兒戲啊 棒球的部分在中指呢 我們知道有兩位好像我們這個世代的眼淚 周思琦以及高國慶在這個賽季結束之後就會正式退 資深球星周思琦42歲 今年是周思琦的第20個賽季 經歷了風風雨雨 也歷經了一些假籌案啊 然後來到了兄弟向迎來生涯巔峰等等的 覺得好像從小看到大的球員 就陸陸續續一個一個都要退球了 還有三代式的綠色坦克高國慶將轉任教練 不知道大家對於這兩位就是 球星的隱退有些什麼想法呢 但有退才有進 新的人也會有機會可以頂上來了 那在上個週末最熱鬧的其實就是 UBA籃球的部分了 政大毫無疑問的拿下四連把 主控尤愛哲在24號的冠軍戰 攪出了12分10籃板11助攻的全能數據 大三元 史上第一位在冠軍賽拿到大三元的球員 也獲選為總冠軍賽的MVP 92比59大聲健行科大 我不曉得大家在看這場比賽的時候 有沒有覺得 有點勇氣無力的 這怎麼打 有愛哲賽前其實就已經確定包辦了 助攻王超級王與人情王三大獎項 冠軍賽後越難獲了MVP 總計呢 他在大學四年生涯裡面 一共拿下十次做個人假象刷新的UBA紀錄 這些籌碼都是他未來在談他的職業合約 相當相當棒的資本啊 根本就是愛哲的障礙 不知道接下來還有沒有人可以超越 那女人的部分呢 世新大學自107學年度闖金UBA決賽 敗給佛光大學之後呢 隔年就開啟了霸業 連續六年搶下決賽門票 靠著外籍生 吉夫單場狂轟32分 83比71級敗台灣師範大學 連五年稱霸公開女畢級賽是威想論這怎麼打 外籍生這件事情是會繼續有討論的 延燒度的吧 好 3月27這天錄影呢 就是因為呢 又有新的事件發生 因為2025年南蘭亞洲被資格賽 中華對於南蘭的祖訓過程是困難重重 包括陣容不齊全啦 暫時失能險啊等等的問題 最後是二連敗收場 我們也記得說 在第二場就是輸得有點難砍啦 那中華民國籃取協會 第13屆第三次的會員大會 就是在3月24號登場 在中華縣議會召開 常務監視的郭俊仁就在大會上表示 平常聽你講啊 傳上中華啊 隊制服啊 就是國家隊榮譽啊 出場費吧吧吧 大家都知道那一段話 就有多麼的招人 本怒 就是你是把求援當作是自己的資產了嗎 平常你是有供給他們月薪 或是什麼激勵獎金等等嗎 沒有 只有在需要他們的時候 才大手一揮要他們來 那要他們來 有沒有給他們好好的 後勤的資源 房務 醫療保險等等的 我覺得這就是最基本的 他居然說要用商業價值來看 商業價值啊 我的媽呀 紫蘭公會當然也發文反擊了 不能認同這樣的言論 也呼籲籃協 因競速針對十一月的亞洲 被資格賽第二階段的選手參賽權益問題 進行討論 隔壁棚的那個棒球 十二強棒球賽都已經緊鑼密鼓的 就是陸續的進行當中 每一個階段 每一個階段 大家都知道說 現在他們已經進行到 什麼樣的程度 拿集訓等等等等之類的 但 籃球在十一月 十一月二至一號 要在主場對上香港 然後再過三天之後呢 會在客場出戰紐西蘭 有沒有個影子呢 那三月十四號 籃協其實有說 已跟兩名符合戰力的外籍球員 就是恰看規劃勢 以期盼能趕上 十一月的第二階段的賽事 只能用期盼 期盼可以趕上啊 那據原先的規劃球員 阿提諾呢是 張成忠就指引說 幾乎確定無法再替台灣男籃效力 幾乎確定 就基本上 你可以把幾乎兩個字拿掉 確定 無法為台灣男籃效益了 籃協就是以聲明回應 部分討論 並非報告或討論案 只是針對大家關心的議題 交換意見並非最後的決議 就是在說 我公堂之上大膽的假設一下 怎麼了嗎 切割得非常非常清楚 當然我們知道說 在大會上大家可以各自發表 自己的想法跟意見 但如果說 要用畫當年的方式去移勞賣勞 那就真的不必再說話了 OK 真的不用把這東西提出來 大家也知道說 協會這件事情 有很認真做事的協會 當然也有像這樣子 不斷被拿出來討論的協會 可是為什麼 每次被討論到都好像沒有進步呢 但我還是必須說 不如你們就把資源放在三對三上面好了 比較有機會 比較有希望 但也希望 你對於三對三的這些球員的一些後勤資源 還是要給到位 要不然 通通還是一場空 不能只靠別的聯盟來去支撐協助跟幫忙 協會本身也要做點事情 是不是 昨天晚上真的是太過於憤怒了 忍不住 投入市場一帳紅吧 那就是今天地獄來早茶 希望可以接下來聽到的都是好消息 我每次都會分好消息講在前面 然後 比較有些話題性的就是放在後面這樣 但我發現我這一期我真的沒有辦法 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一開始就已經夠震撼了 下次見 掰掰 好,謝謝你 我今天都有的 我們的臉 好,謝謝你 我今天只能発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